啊啊啊 從首部曲發售至今 在經歷了兩張資料片 與漫長測試時間的五年時光之後 Blizzard 旗下最富盛名的即時戰略遊戲 《星海珍霸 2》的最後一張資料片 虛空之宜 終於在這個禮拜正式上線囉 這最後一張資料片 大家最關心的 想必就是星海故事的大結局了 兩代星海物語終結 虛空之儀 在分別扮演過人族和蟲族的兩位英雄之後 這次玩家將要化身成神族的年輕大主教 雅坦尼斯 帶領倖存的神族對抗黑暗之神雅蒙 在這次的故事中 玩家還會踏上艾爾 夏庫拉斯 克哈等星球 並且在此銜接上人族的吉姆·雷諾 以及蟲族的刀鋒女王凱莉根兩人的劇情 至於雅坦尼斯能否繼承澤拉圖的悲怨 拯救族人於水火之中呢 那就有待玩家們自行去探索囉 另外在虛空之儀的單人模式中 玩家將會體驗到比前兩張資料片 更有趣的部隊編制和升級系統 這次不只是擁有更多的升級支線 你還可以自由選擇切換兵種分支 神族獨有的戰艦雅頓之矛的支援系統 也會讓你耳目一新 快點來使用看看這個不輸給暴雪櫻霸中的支援雷射 擊垮敵人吧 而除了精彩的單機故事 金海爭霸2 最關鍵的多人遊戲 也再度推成初心 這次按照之前BETA時的計畫 為三個種族增加了幾個新兵種 並且調整平衡 也新增了執政官模式這個有趣的 兩人合控一個勢力的玩法 藉由這個模式 玩家可以好好的引導新來的朋友 或是藉機學習高手的戰法喔 當然啦 如果是還不熟悉分兵操作的玩家們 也不用擔心 這一次你可以選擇全新的合作模式 來熟悉操作 在這個模式當中 除了一般的生兵經營之外 你還可以選擇一名星海英雄 來帶領你的部隊作戰 而且還能夠藉由累積經驗值 開啟更強的英雄技能 相信喜歡DOTA遊戲的玩家們 應該都能夠很快上手喔 至於喜歡遊樂場自創小遊戲的玩家 也不用擔心 官方目前正在針對玩家自製內容 製作新功能 並且預計在近期就會推出付費內容 初期將先與以往 就推出過優秀作品的開發者合作 或許另外一個DOTA的傳奇 未來就會從這個計畫裡誕生喔 除此之外的各項內容 官方也表示將會持續改進 讓遊戲更真完美 包括了優化排名系統 開發新的外觀 與可讓玩家自由切換的聲音套組 舉辦執政官模式 與2vs2的錦標賽 以及持續推出全新的單位等等 保持玩家對遊戲的新鮮感 介紹了這麼多 可不要以為星海真霸2的故事 也要就此結束囉 在上週的 Blizzard 嘉年華會 Blizzcom 中 Blizzar 也宣布了 未來還會繼續更新一連串的劇情任務 首先要登場的 就是超人氣角色 諾娃特務祕令的短篇章節 這個故事將會發生在 虛空之儀結局之後 由幽靈特務諾娃 在維勒安 蒙斯特手下工作時 所發生的外傳 相信以 Blizzard 對遊戲的用心 玩家們絕對還是能夠在未來數年內 享受到更多星海真霸2的樂趣喔 maskedAmerican 新鮮感 感谢观看